而疫情趋缓之后 仿冒商机也再起 刑事局查获了不肖业者 从中国低价网购 多款仿冒名牌的商品 透过市场摊贩 选物贩卖机店 到网牌直播贩售 而为了躲避查气 他们还隐身在乡下田间的铁皮仓库 警方是以批克身份和业者洽谈 突破新房 当场查获了2000多件的仿冒商品 市价大约2500万元 两排多品的仓库内 堆满各式各样的名牌商品 包包鞋子配件服饰 架上地面箱子里 琳琅满目 不过这些全都是仿冒品 疫情趋缓 仿冒商机似乎又复燃 警方调查 嫌犯年仅20多岁 因为急于快速累计财富 从中国淘宝低价网购 包括LV Chanel 爱迪达 Nike等名牌精品 以及运动商品 净货价每件约40到150元 薄利多销 售价50到200元之间 透过市场摊贩 选物贩卖机 或是网牌返售 先前市指达新台币 2500万 全案里涉嫌商标法 以请台湾彰化 地方检察署侦办 嫌犯使用多个假名 开设分身账号 并诉用地处偏僻的仓库 企图规避警方查契 不过经过搜证追查 原警利用批克身份 和业者洽谈合作关系 终于突破新房 取得业者信任后 一举查获 当场查扣了 2000多件的仿冒商品 初步估计短短一年 已经售出数千件的仿冒商品 营业额高达数百万元 不法获利数十万 谢谢你们 陈时捷台中报道 红队